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方便 它的存在让客厅看起来更加协调 但是要注意日常要保持它的整洁度 不要什么东西都放在茶几上 杂乱的茶几会影响家具的风水气场 三 沙发为主 亦高大 茶几为云亦矮小 所以我们在选择购买的时候要注意相配度 沙发很大 那么茶几就不要选择太小的 一来不协调 二来不利风水 但如果沙发小 你有选择了大茶几也是不可的 如果茶几面积太大 则有喧宾夺主之嫌 这样的格局并非急躁 四 茶几风水要注意 对于形状来说最好选择长方形的 元气延可 但要注意缺角 尖角造型多变茶几 最好不要选 但从风水角度来讲 太奇特的造型并不是风水上的理想之选 尖角 缺角容易产生煞气 煞气在客厅会影响家中的好风水 五 此外 茶几摆放的位置也要注意 几乎与大门对冲 若与大门形成一条直线 风水上称之为对冲 这种情况可能很常见 现在的房子一般格局都是进门进客厅 所以我们得注意布局 避开这种摆设 依可调整位置 若不行就在进门处设置玄关或屏风 若空间小不能这么做 就摆上一盆大叶面植物进行遮挡画纱 六 茶几的摆放要与整个客厅的装饰 设设计基本一致 格局要均衡 疏密 相间 在立面布置上有对比 有照译 切记堆积一体 不分层次 空间 要考虑到它的整个客厅的关系 茶几避之风水知识 以茶几的色彩 茶几色彩的选择 同样以结合主人命令一所洗为家 它能更有利于主人的运势 如命令洗墓的人 可选择绿色系列的茶几 命令洗火的人 可选用红色 紫色系列的茶几 命令洗水的 可选用黑色 蓝色系列茶几 命令洗金的人 可以选择白色系列 命令洗土的人 可以选择黄色土 黄色系列 二 茶几的大小 沙发是主 茶几是冰 茶几较高是山 而茶几较矮是沙水 二者必须配合 山水有形才符合风水之道 沙发是主意高大 茶几是冰矮小 如果茶几的面积太大 就是宣宾夺主 并非吉兆 所以沙发前的茶几不宜太大 若摆在沙发前的茶几 面积太大 这便是宣宾夺主的格局 可免则免 以免家口不明 化解之法 最简单 墨入更换一张 面积较小的茶几 宾主配合友情 既不会碍眼 又符合风水之道 三 茶几的形状 茶几的形状 以长方形及椭轮形 最为理想 原型也可以 带兼着的茶几 则一定要避开 有的年轻朋友 喜欢造型独特的茶几 但从风水的角度来讲 太奇特的造型 并不是风水上的理想之选 四 茶几的位置 在客厅里 茶几通常摆放在沙发旁边或面前 从风水的角度来讲 则亦在沙发两旁摆放茶几 这两旁的茶几 有如青龙 白虎左右护持 令座上之人 有左右手辅佐 在沙发两边 各摆放一张茶几 堪坷也起到相互忽用的作用 五 茶几的摆放 选用茶几 意以低且平为原则 如果人坐在沙发中 茶几高不过期 就比较合乎理想 此望摆放在沙发面前的茶几 必须有足够的空间 若是沙发与茶几的距离太近 则有诸多不便 六 茶几的材质 根据主人的命理所习 五星和行业的关系来说 可以做出有下选择 同是创造设计及演出行业的人 适合选用木质的茶几 同是政界和金融的人士 适宜选择玻璃材质做的茶几 同是物流运输行业 及外贸行业的人士 采用金属铜制的茶几 同是教育及美容化工业的人士 亦选用藤制的茶几 同是地产和餐饮 集药的人士 亦选用塑料茶几 人们含常选用石材或木材制成的茶几 作为稳重和权势的象征来开运 并将其摆在西北角 来加强难准的事业基础 茶几有哪些风水忌讳 以茶几的风水之道 在茶几中 茶几通常摆访在沙发组合的中间 所有两个单人沙发椅 正前方是三人沙发椅子 茶几是用来摆访茶几的 宾客来访时给客人敬茶 应以沙发为主 茶几为宾客 茶几的高度不能比沙发高 沙发较高是山 而茶几较矮是沙水 只有两者相互搭配 山水有情才符合风水之道 二 茶几的摆放机会 风水学中沙发为主 一高大 茶几是宾一矮小 茶几的高度通常不能过膝盖 不能高于沙发的辐舍高度 另外茶几的面积要适中 不可过小也不可过大 若是茶几面积过大 可能会显得有点玄冰夺主的情景 茶几与沙发的摆放要一致 协调 这样才显得高贵 上档次 宾客看着舒服 主人的姻缘也就好 另外茶几不可与沙发太近 以免造成诸多不利 三 茶几的形状 茶几的形状通常以长方形 和圆形椭圆形为主 长方形意味着四平八稳 而圆形意味着天方地圆 而茶几若是长方形的话 最好四角不要带尖角 应该是弧形的角为宜 尖角代表煞气 若是尖角对着房门 那么会影响主人的运势 从现实角度来说 茶几掉尖角 亦对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若是家中有小孩 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情况 圆形的尖角危害性不大 但尖角就容易造成雪光之灾 茶几风水注意事项 以茶几的位置 在客厅里 茶几通常摆放在沙发旁边或面前 从风水的角度来讲 则亦在沙发两旁摆放茶几 这两旁的茶几 有如青龙白虎所有护持 另一座上之人有左右手扶左 在沙发两边各摆放一张茶几 还可以起到相互呼应的作用 二茶几的摆放 选用茶几 亦以低且平为原则 如果人坐在沙发中 茶几高不过息 就比较合乎理想 此外 摆放在沙发面前的茶几 必须有足够的空间 若是茶几与沙发的距离太近 则有诸多不便 三茶几的材质 根据主人的命理所起 五行和行业的关系来说 可作以如下选择 同是创造设计 及演出行业人选择 以木制的茶几 同是政界和金融人士 选用玻璃材制作的茶几 同是物流运输行业 及外贸行业的人士 用金属铜制作茶几 同是教育及美容化工业的人士 选择用藤制的茶几 同是地产和餐饮 以及医药的人士 选用塑料茶几 人们还常选用石材 或者是木材制作的茶几 作为稳重和权势的象征来开运 并将其摆在西北角 来加强男主人的事业基础 四 茶几的色彩 茶几色彩的选择 同样以结合主人的命理择洗为价 才能更有利于主人的运势 如命理洗墓的人 可选用绿色系列茶几 命理洗火的人 可选用红色紫色系列的茶几 命理洗水的 可选用黑色蓝色系列的茶几 命理洗金的人 可以选择白色系列 命理洗土的 可选用黄色土黄色系列 茶几摆放有什么讲究 一 在客厅里 茶几通常摆放在沙发 旁或前面 选用茶几 依以低频为原则 如果人坐在沙发中 茶几高不过息 那么这就是理想的茶几高坐 此外 茶几摆放 必须与沙发保持足够的空间距离 若是沙发与茶几距离太近 便有诸多不便 二 在风水中 茶几不可位于衡量之下 会使衡量四上而下的煞气 全部附着在茶几之上 茶几上兑满煞气 家人围坐在旁 久而久之 煞气便会侵入人体 使人体元气散失 导致家人诸心精神恍惚 身体遭遇疾病 眉运连连 因此一定要避免茶几 摆放在横梁之下 三 大门是风水中的通气口 也是财运入气口 当财运进入时 如果室外气流通过大门 进入客厅直面茶几 则促躺了气流顺畅运行 间断的气流进入室不祥之兆 会使夏天运势下降 家人遭遇病痛折磨 因此茶几摆放 还要避开与大门相对的情况 四 在风水中 厕所是污秽之地 阴气重 而茶几是休闲 娱乐必备 需保持纯净干净 若茶几正对厕所 久而久之便会受 污秽之气的影响 对其续多晦气 若常围坐在茶几旁 对健康运势 就会有太大不利 尤其会影响男人准的事业运 所以茶几要避免直冲厕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总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